各位基督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要从以赛亚书第56章一起来领修 先让我们看开始这两节经文 作为整章思维的中心思想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 因我的救恩临近 我的公义将要显现 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 禁止己守而不作恶 如此行 如此持守的人 便为有福 开宗明义这一章就提到 主耶和华要他的百姓 要守公平守公义 接着要他们守安息日 守公平守公义 我们当然明白了 因为主所拯救回来的群体 进入主的盟约 当然要按照盟约里面 百姓应该行的行出来嘛 那为什么这里又提到守安息日呢 那么其实这个主题是跟整章主题息息相关的 我们追溯一下安息日的教导呢 安息日首先出现是在 出埃及记第20章的第8节到第11节 那你第一次讲到百姓要守安息日 因为安息日是纪念了主奇妙的创造 但是呢在纪念主的创造之后 上帝的恩典并没有停止在创造这一块啊 接下来就有好多救恩故事的出现了 那么到了生命纪第5章12到15节 又有出现守安息日的规定了 上帝再一次要百姓守安息日 不过这一段落呢 告诉我们守安息日的理由 是因为百姓离开埃及 换句话说 是因为百姓经历了上帝的救赎 要纪念上帝的救赎 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呢 安息日的含义是不断的更新的 今天在以赛亚书这个段落提到 守公平 守公义 守安息日 当然离不开上帝的救赎嘛 因着要纪念上帝的救赎 所以我们在行动上有 守公平 守公义的态度和行动 更是心里要记住上帝救恩的伟大 所以守安息日的教导就在这里出现了 既然是这样的话呢 那么什么是公平和公义呢 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公平和公义是用一个新的眼光来看的 所以下面这个段落 从第三节到第八节 给我们看见公平公义 在上帝的群体里面 应该怎么表现出来 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 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名中分别出来 太监也不要说 我是枯树 因为耶和华如此说 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 拣选我所喜悦的事 持守我约的太监 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 在我墙内有纪念 有名号 比有儿女的更美 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 不能减除 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 要侍奉他 要爱耶和华的名 要做他的仆人 就是反守安息日不干犯 又持守他约的人 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 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 他们的凡记和平安记 在我坛上必蒙悦纳 因我的殿 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 主耶和华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 说 在这被招聚的人以外 我还要招聚别人规病他们 这个段落记载了两种人 一种人叫做太监 一种人叫做外邦人 太监和外邦人 在摩西时代 这两种人都是为不圣洁 所以他们都不可以敬殿敬拜的 但是到了盟约更新之后 太监可以敬殿敬拜 外邦人也被上帝所接纳 因此以赛亚书在这里已经描绘出一个更新的团体了 这个更新的团体是因为有上帝更新的恩典 这个更新的恩典 使得本来不配的 现在竟然配得了 这显露了恩典的其中一个特性 那就是不配得的 因为恩典而得到 求主带领我们来思想 既然恩典是如此的奇妙 使得不配的人能够配得恩典 那我们当然应该珍惜所得的恩典 就在这一个国度的包容里面 上帝的子民当然就可以成为一个更大的群体 但是在这个更大的群体正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威胁仍然存在 现在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中最后几节 那就是9到12节 田野的猪兽都来吞吃吧 林中的猪兽也要如此 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 都没有知识 都是哑巴狗 不能叫唤 但知做梦 躺卧 贪睡 这些狗贪食 不知饱足 这些牧人不能明白 个人偏行己路 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 他们说来吧 我去拿酒 我们饱饮浓酒 明日必和今日一样 就是艳乐无量极大之日 这个段落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 虽然上文提到 上帝的国度是如此奇妙 如此包容 恩典是使不配的人都能得到 但是有一个重要的警告 在这个段落提出来了 那就是凡是主的仆人 主的牧人 牧羊人 就是牧养主子民的人 用现在的语言来说 就是教会中的领袖 领袖有很多种 可能是牧者做领袖 可能是信徒做领袖 总之做领袖和牧养的人 千万要小心 那么用以赛亚的语言 当时的这些牧人 就是追求自己的享乐 而忘记了群羊的需要 这是不是让我们想到 主耶稣 在世上的时候 所用的描述呢 那就是这种叫做 又懒又恶的仆人 求主恩待 在这个靠着不配得而得的恩典 百姓进入上帝的国度 而上帝国度中的领袖 要好好牧养 千万不要堕入 这段经文所讲的情况 成为一个只顾自己 又懒又恶的仆人 求主借着这段经文的鼓励 也是这段经文的警告 引导我们 走在这一条蒙福的路上 继续蒙福 也将福气传扬 愿神祝福你 平安